在北京保卫战胜利之后 朱祁钰感念于于谦对国家设计的大功 封了他很多的封赏 授予他少保 这是从一品的封号 还打算呢 给他儿子封决 于谦独成危局力挽狂澜 朝廷上下心里都有数 给他这些封赏实在是合情合理 理所应当 可是于谦拒绝了 他推掉了所有的封赏说 让敌人打到京城是我们大臣的耻辱 怎么还敢邀功啊 但朱祁钰执意要他接受 无奈之下他只接受了少保的职显 其他的赏赐仍然不受 于谦这么做是很不容易的 明代的官奉很低啊 于谦是从一品 但是凭着他的工资也只能勉强糊口 他为政清廉又不收受贿赂 家里是比较穷的 后来被抄家的时候 执行的人惊奇的发现 这个未及人臣的于谦 竟然是穷光蛋 即寂寞 家无余资啊 这是史书里写的 但就是这么一个德才兼备的于谦 竟然还有人在鸡蛋里挑股的 找借口骂他 于谦因为声名太大为人所诟病 而另一众臣王侄的境遇也不好 他也被人骂了 但不同的是 骂他的不是大臣是皇帝 被骂的原因呢 是因为他太天真了 到底他们干了什么天真的事情 惹了皇帝呢 答案很简单 那么提出了一个朱祁玉十分不喜欢的建议 要不咱们把朱祁镇接回来吧 原来也先自战败之后 屡次派人求和 时任立不赏说的王直呢 便有意趁此机会直接把朱祁镇接回来 其实他的本意啊 也不是说把朱祁镇就接回来 赴魏德了 只是觉得你看太上皇 被俘在外 这个事情是很丢人的嘛 现在如果能够让朱祁镇回归 那算是为国争光嘛 可惜他的这番意见 完全不对朱祁镇的胃口 这位新皇帝皇位刚刚做热乎 听着朱祁镇的名字就头疼 就希望自己这位哥哥滚得越远越好 最好现在干脆跟楼了就完事 于是呢 他对此支支不理 可是王直呢 这人太直了 腻根筋 那误以为朱祁镇不理会自己 是他没拿定主意 尚在犹豫之中 就公然上奏折表达自己的观点 你本来上奏折也没什么 可偏偏这位职场的人兄 写了一段比较忌讳的话 搞得朱祁镇暴跳如雷把事情闹大了 说什么呢 说陛下天位已定 太上皇还 不复立天下士 陛下重奉之 成古今盛世也 其实啊 王直这段话呀 也是经过仔细的思考才写出来 他已经察觉朱祁镇不想让朱祁镇回来 就是因为皇位嘛 所以他特别声明 朱祁镇回来了 也不抢你皇位啊 没事 你安心 这样看来这段话似乎没有问题 那怎么会让朱祁镇生气呢 因为王直千算万算 却算漏了一个点 这件事情虽然众人皆知 却是朱祁镇埋藏最深的心事 帝王心术鬼神不言 你王直竟然直接捅破了 你不是自作聪明 你不是自己倒霉吗 这不是啥 果不其然朱祁镇看过之后十分的气愤 那么这不是结我的短吗 竟然也写了一篇文章来答复王直 文中表示 他之所以不去接朱祁镇 是因为也先太狡猾 怕对方趁机进攻 故而迟迟不动 希望大臣们能够多加考虑 然后再做这件事情 这明显是一招脱刀计嘛 其实就是不想去嘛 就找个理由嘛 而很有意思的是 他的文章里还写了一段十分精彩的话 说什么呢 就是你那个奏折我都看了 说的对 但这份工作不是我自己想干的 大魏妃我所预言 是天地祖宗 宗是你们这些文武大臣 逼我干的 不是我想要的 王直一看着十分惊讶呀 这才发现自己踩了皇帝的尾巴了 哎呀无奈之下 他也只好闭口不再提这件事了 事情就这么平息下去了 可是仅仅过了一个月 也先就又派出了 使臣前来求和来了 表示愿意送还朱祁针 可是朱祁针呢 依然是态度冷淡 丝毫不予理会 这下子啊 朝臣们开始议论 连老牌大臣李不赏手 胡盈那也表示 说如果能够迎接朱祁针回来 你何乐而不为呢 那面对这一境况啊 朱祁针终于是坐不住了 他决定啊 召开一个朝会 狠狠的要训斥一下 这下个大臣们 朝会公开举行 王直呼应于谦等人 全部到会 会议开始 朱祁针就一反常态 以严厉的口气 数落了瓦拉的恶行 并表示和瓦拉之间 没有和平可言 还没等大臣们回过神了 他就把矛头对准了王直 语句之尖锐刻薄 实在是出人意料啊 你们这些人 老把这些事情拿出来 说想干什么呀你们 那话说到这个地步 那就出乎王直的意料了 但是这位硬汉 也真不是个闹种 他居然顶了皇帝一句 早就应该归附了 如果现在不派人去接 将来后悔都来不及啊 您要说王直这人也真是猛 竟然敢跟皇帝掐架啊 但他的这种冲动啊 不但对解决事情毫无帮助 反而彻底激怒了朱祁针 使他说出了更加惊世骇俗的话 火冒三丈 大声叫道 我本来我就不稀罕这个位子 当时逼着我做皇帝 是不是你们这些人 咱们现在跳出来说这些话呀 王直一听傻了眼了 没想到皇帝竟然如此的暴怒 现场大臣们 也不敢再说什么了 一时之间这个气氛 就十分的尴尬 这个时候呢 一个冷眼旁观的人 打破了这种尴尬 这个人就是于谦 事实上于谦也是一个 城府很深的人啊 他早就看清了形势了 也明白朱祁针这个心理变化 以及他震怒的原因 经过仔细思考之后 他站出来用了一句话 就把这僵局化解了 天位已定 宁富有他 这句话真是比及时雨还及时 朱祁针连神 马上就阴转情了 于谦见状趁机表示 说咱们得派遣使者 不过是为了边界安全而已 于谦的这一番话 说得朱祁针心里一块石头 落了地儿来 皇位还是我的 那就行 什么都好说 计划一定 大名派出了自己的使者 这个使者名字叫李时 他当时的职务呢 是李布侍郎 在那里也特意指出 这个人的职务啊 是因为其中存在着很大问题 大家知道这个侍郎呢 是副部长啊 三品 外交人员也得讲个档次 这样的级别出访 按说已经不低了 似乎可以认为 朱祁针对于这次出事 是很重视的 但是呢 你仔细一查资料 你发现别有宣机 就在几天之前 这位仁兄还不是李布侍郎 原先的职务啊 是一个几十钟 七品官 直到出发前 才匆忙给他一职称 让他出使的 那既然说出使 你是不是就得有国书啊 可是这封国书 也有很大的问题 大致内容是什么呢 是你们杀了大明的人了 大明也能杀你们的 我大明辽阔人口众多 我之所以无打你 我怕尤为天意 听说你们已经收兵回去了 看来是已经畏惧天意了 震恨漫义 所以派人出使 你这玩意是国书吗 你当成战术来用了 是不是 而且其中根本没提到 接朱祁镇回来的问题 用心何在昭然若见 当李时看到这份国书 发现并没有 接朱祁镇回来的内容的时候 也是不仅大吃一惊啊 马上跑的内阁 他还比较天真 以为是某位大人曹逆的时候 邪漏了 谁知在半路上 正好遇上朱祁镇的 亲信太太太星安 就问 这事怎么回事啊 行安根本不搭理他 只是大声训斥啊 拿国书上路吧 你管那么多干什么 我快走 李时一下明白了 哦 是这么回事 就这样一个小官 带着一封所谓的和平国书 就出发了 在咱们看来 这又是一场闹剧 而千里之外的 朱祁镇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呢 却十分的兴奋 他认为 这代表着他回家的日子 已经不远了 可他万万没想到的是 这个叫李时的人 其实不是来接他的 恰恰相反 这人是来骂他的 此时呢 刚刚天降大任的李时 估计也不会想到 他这个本来注定 积极无名的小人物啊 会因为这次出使 而名震一时 并在历史上留下 两段传奇的对话 景泰元年7月11 李时抵达耶十八吐 这是一个地名啊 这里正是野先的大本营 然后由人带领呢 前去看望朱祁镇 君臣见面之后 感慨万千 抱头痛哭啊 不过从后来对话看呢 他们流泪的原因呢 似乎并不相同 双方先寒暄了一下啊 开始了这段历史上 极为有趣的对话 朱祁镇说 太后好吗 马孙太后啊 皇上好吗 朱祁玉 皇后好吗 这是前皇后 李时说什么 都好都好 太上皇您放心 朱祁镇说 哎呀这冷啊 衣服不够啊 你带衣服来了吗 李时说不好意思 出门急我没带 想了想啊 陈和随从 带了自己的几件衣服 太上皇你先用吧 朱祁镇说 哎呀这里吃的都是牛羊肉 你带吃的来了吗 李时说不好意思 我也没带 朱祁镇又没说话 李时说 陈这有随身带着几斗小米 你是这个太上皇你先吃着吧 朱祁镇说 哎 这都是小事 你来帮我料理大事来了 我在这待了一年了 你们怎么不来接我呀 李时说 陈不知道啊 朱祁镇说 那 现在也先已经答应放我走了 你回去告诉皇上 你就派人来接我 我能回你就行 哪怕我 当你老百姓 我给祖宗看坟也行啊 说到这 朱祁镇再也忍不住了 呜呜开始哭 身为太上皇 既然说出这样的话来 看来朱祁镇确实是没办法了 他就是想回家 朱祁镇开始了 见面之后的第二次哭泣 但这一次哭的只有他一人 因为李时没哭 李时只是冷冷地看着他 并且最终问出了两个 令人难以置信的问题 问题之一 太上皇啊 您住在这儿 才记得以前锦衣玉石的生活吗 问题之二 太上皇啊 您有今日 只因宠信王镇 既然如此 当初为何要宠信这个小人呢 如此之态度 如此之问话 若非在于史书 实在让人难以置信 却又不得不信 落驾的凤凰不如鸡呀 一个小小的芝麻官 竟然敢用这种口气 去嘲讽太上皇 朱祁镇的仅存的自尊和威严 就此事彻底的消散 朱祁镇听到这两个问题 心中是百感交集 他无法也不能回答这两个问题 唯有失声痛哭 并说出了他唯一的辩词 我用错了王震 这是事实 但王震在时 你们这帮当臣的都不禁言呢 现在却又把责任都归结于我呀 得了到了这个地步 什么话也别说了 李时结结细细的把太上皇训斥了一顿 就离开了他的营帐 去见也仙了 那么作为外交惯例呢 也仙和李时又开始了一次对话 而这次对话也非常惊烈 也仙看完了国书 倒没怎么生气 他很奇怪的问李时 说什么这个国书当中 怎么不提接着朱其诚回去的事啊 李时没有回答也仙 因为他也不知道 即使知道了也不能回答呀 也仙就说 说回去告诉皇帝 派几个太监 几个大臣过来 我马上派人送去 你们这不就行了吗 李时仍然是唯唯诺诺 毕竟他只是个芝麻官 哪有这样的发言权呢 也仙一看李时没什么反应 极了 说出了这段对话当中 最为经典的一段话 太上皇留在这 不能当我们的皇子 是不是啊 那不是个闲人吗 你们早点把这个结果就得了 堂堂一带枭雄啊 说出这样的话来 你着实让人哭笑不得 可怜的也仙 他也是没辙了 一个不知所谓的使者 一个哭泣的太上皇 一个无奈的部落首领 这场闹剧般的出访 就这么结束了 中西镇还是老老实实 待在他的营帐里 他终于明白 自己回去的可能性 已经不大了 李时大相当高兴 本来一个芝麻官 这次不但升了官 还出访见了世面 骂了一回太上皇 也仙也并不糊涂 他从李时的反应中发现 这个人呢 并不是什么大人物 而朱祁镇除了在这 浪费他的粮食之外 好像也没有什么 其他作用了 于是他决定再派一批 使臣出使大名 务必把这个累赘丢出去 他这次派出去的使臣 名字叫皮勒玛尼哈玛 这个名字可能毒快了 有点想骂人啊 但是估计也嫌 本人对这次粗访啊 也不抱多大希望 因为这已经是第六批使臣了 指望着外交奇迹出现 似乎也不太现实 可偏偏就是这位 关键人物的出场 并且最终将朱祁镇 给送回来了 皮勒玛尼哈玛呀 寿命来到了京城 可他到这才发现 根本就没人把他当回事 曹操找了个招待所 安排着住去以后 没人再搭理他了 别说皇帝赏书接见了 几十钟也没见一个 这位先生在无人推荐的情况下 自己找的办事衙门表示 我得找李部赏书 李部的办事官 一看这位瓦拉人士 倒也不敢怠慢啊 那些向领导汇报此事 最终呢 胡莹也是得知这件事情了 感觉有点不太像话 于是就去见朱祁镇 希望再派一个使臣 出使瓦拉 朱祁镇给他的答复是 等李时回来再说吧 此时呢 从土木堡逃回的知识 圆敏尚书 自告奋勇要戴衣服和生活 必需品去瓦拉监狱 探望朱祁镇 朱祁镇表扬了他的想法 然后就不搭理他了 李时回来了 告知了也先想要 退还人质的想法和要求 朱祁镇耐心听完 慰问了李时 再也不搭理他了 王子等人实在有点看不下去了 坚持要求再派使者 朱祁无奈之下 只好又同意了 便随便指派了一个官员 充当达明使臣出使 胡莹表示 上皇在外缺一少时 希望能够让使者带去一点 免得他受苦 朱祁镇表示 你个意见很好 但是呢 就是不理你 朱祁镇非但不理睬这些人 连这批使臣的基本费用 都不给足了 甚至连给也先的礼物呢 少得特别可怜 而朱祁镇所需要的食物 衣服更是分毫没有 在朱祁镇看来 让也先勃然大怒 杀死自己的哥哥 或者让哥哥活活饿死冻死 这倒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 朱祁镇还顾忌重演 又给了这个所谓使团一封国书 当然和上回一样了 这封国书压根就没提 接朱祁镇回来的事嘛 做兄弟做到这份上 说实在的也有点够意思啊 一个见面离少得可怜 连路费都不充裕的使团 一个被随意的指派的官员 带着一封莫名其妙的国书 向着瓦拉出发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 似乎又是一场闹剧 可是奇迹就从这开始了 这有讽刺意味的是呢 这个最为重要的因素 竟然是朱祁镇自己造成的 因为成功的关键 就是那位被朱祁镇 随随便便指派出使的官员 这位官员的名字 叫做杨善 时任督察院幼督御使 他虽然是个二品官 却并不起眼 算不上什么人物 这也正是朱祁镇挑选 他去的原因之一 可惜朱祁镇并不知道 这位杨善现在是 以身怀绝技的人 而他的这项绝技 即使在整个明代历史当中 所有同类型的人里边 那也是数一数二的 杨善这项绝技是什么 说话 杨善不像李时那么天真 他很清楚 隐藏在出使背后的玄机 他也明白朱祁镇 根本就不想让他的哥哥回来 事实也证明了他的预想 这个所谓的大明使团 一没前二没误 甚至连个初始的具体说法都没有 你是去干嘛的 谁也不知道 没有人支持也没人看好 在大家的眼中 这又是一次 劳而无功的长途旅行 但是杨善 还是满怀信心的上了路 他决心要创造一个奇迹 即便说什么都没有 他也要把朱祁镇带回来 凭什么呢 就凭他的那张嘴 杨善是杨善呢 带领着使团就来到了 瓦拉的营地 杨善终于来到了野仙的面前 他没有丰厚的礼物 也没有体面的国书 但他要让眼前这个一代枭雄 心甘情愿地和自己和谈 并且免费地把朱祁镇交给他 他要实现这个不可能的任务 要征服野仙 这个雄才大略的征服者 他唯一的武器就是他的智慧 果不其然 谈话一开始就出了问题 因为野仙发火了 野仙之所以愤怒 是情有可原的 毕竟开战以来 他吃了不少的亏 这一刻的抖擞精神 采用先发制人的策略 向杨善提出了一连串的责战 为什么你们降低马的价格 为什么你们卖给我的不匹 都是劣等货 为什么我们的使者 经常被你们扣留 为什么你们要降低 每年给我们的封赏 问完之后 野仙杀气腾腾地看着杨善 瞪待他的回答 虽然野仙的态度 是咄咄逼人的 但他提出的这些问题 也确实都是事实存在的 而杨善作为一个 直管礼仪的官员 这些事他根本没法知道 你更不用说他发言了 但是他现在 他必须得回答了 片刻之间 杨善已经胸有成竹 杨善笑着的野仙说上 太师 不要生气嘛 其实我们并没有降低 马的价格呀 太师 你送马过来 马价是逐年上升的呀 我们买不起 却又不忍心拒绝你呀 我们只好略微降低价格 这也是不得已的嘛 你想想 现在这马价 比最初的时候高了多少了 至于说 布匹被捡坏的事情嘛 我们深表遗憾 我们已经严厉查处了 相关责任人员 您送来的马匹 不严有不好的吗 这也不是您的意思吧 你现在马 那当然了 不保证这绝对不是我的安排 此刻最佳变手杨善应 进入状态了 神采飞扬的技术 还有啊 我们可没扣留过您使者啊 您派来的使者三四千人 这么多人难免 有些人素质不高 哎偷个摸个的 你说这抢个劫的 那是难免的 我们也能理解是吧 执法公正啊 如果他回来 你必定追究他们的责任吧 这些人怕被定罪 跑了 可不是我们扣留他们的啊 其实遂次我们也没捡 我们捡去的 只不过是虚报的人说 已经核实的人 都没有降过嘛 对不对 正方便手杨善的辩论题目 明朝到底 有没有亏待过瓦拉 就此完成 反方便手 也先瞬目结舌 尚无反应 在战场上 也先往往都是 胜利者和征服者 但这一回 也先被一个 手无腹肌之力的老头子 彻底给征服了 被他的言语和智慧给征服了 杨善这边再接再厉 发表了他的最后陈词 太师 派兵进攻大明 太师也有损失啊 不如你把太上皇送回大明 然后大明每年给太师赏赐 你看 两国都好啊 是不是这么个道理 也先一听 对呀 他已经被杨善描述的 美好前景打动了决定 我得把朱祁震送回去 可当他喜滋滋的拿起大明国书 仔细看的时候 发现一十分重要的问题 哎 不对呀 你们这国书上 为什么没写 要接太上皇啊 这是个问题 十分重要的问题 你们不说接 我怎么送啊 杨善早有准备 终究还是发现了 不过不要紧 有张嘴在 没过不去的坎 他沉着的说 这是为了成全太师的名声啊 国书上故意不写 是为了让太师 你自己去做这件事情 你想 要是在国书上写出来 太师您不就成了 奉命行事了吗 这是大明的一片苦心啊 听到这段话 也先一拍大腿 哎呀 你看 要说人家礼仪之王 做事做的就是完美 也先被感动了 他没有想到 明朝竟然这么周到 面子问题都能为自己 估计到 不容易 于是他决心 说死我也得 把朱祁震给送回去 奇迹就这么诞生了 没有割让一寸土地 没有付出一文钱 当然路费除外啊 杨善就把朱祁震给带回来了 完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可是杨善却怎么也没想到 他立下如此不适之其功 得到的唯一封赏 就是从右东律师 升为左东律师 应该说以他的功劳 这封赏也太低了 其实原因很简单 谁让你把现在当今皇帝 不愿见的人给带回来了呢 咱们这些且不说了啊 反正至少朱祁震先生 是十分高兴的 因为他终于可以回家了 而就在这个关键时刻 有一个人出来阻挠 朱祁震回去了 其实在晚了 很多人呢 仇视明朝 不愿放明朝皇帝回去 这并不奇怪 但这次不同 因为朱祁震做梦 也没想到 阻止他回家的 竟然是 博言贴木尔 博言贴木尔阻挠 朱祁震回去 原因呢 也实在是让人啼笑皆非 必须保证 朱祁震回去之后 能当上皇帝 我才能放他走 从博言贴木尔 和朱祁震的关系看 他不想让朱祁震 就这么回去 很有可能是怕 他回去之后 被自己的弟弟给欺负了 会吃苦 会吃亏 而事实也证明 他这种猜测是对的 博言贴木尔够意思啊 他决心把友情进行到底啊 最后再帮朱祁震一把呀 于是他找到了野仙 提出把使者扣押起来 等明朝承诺恢复 朱祁震皇位之后 再送他回去 野仙表示 不行 我就已经答应了 杨山了 我男子汉 一言九鼎 绝不返回 于是 朱祁震就被咱们给送回去了 义无反顾的就给送回去了 而送行那天发生的事情 也让人不得不敢配 博言贴木尔的身后情义啊 为表郑重 野仙率领 全体部落首领 为朱祁震送行 路续续回去了 可是博言贴木尔 一直陪着朱祁震 走了一天的路 一直走到了野狐岭 才停下来 野狐岭离居庸关 已经很近了 博言贴木尔送到这儿 停下来 是因为他已经 不能再往前走了 因为再过了野狐岭 那就是明朝的势力范围了 他随时都有 被敌方明军抓住的危险 博言贴木尔在这里下马 最后一次看着他的朋友 在这个奇异环境下 结交的朋友 想到从此天人永隔 竟不能自已 嚎啕大哭起来 拉住朱祁震的码头 声泪俱下 今日一别 何时方得再见呢 珍重 然后他 颜面上马 向瓦拉方向 飞奔而去 从此他们再未见面 四年之后 博言贴木尔被 知愿阿拉索杀 这一去 确实永别呀 穿越被仇恨偏见 纠缠不清的岁月 我们看到的 是真挚无私的友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